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款呢 是三菱的小型車,CORE PLUS 這一台是110年款的,這一台算是一代的 它的引擎是1.6升,NA引擎 因為剛好家裡面之前也有一台這樣的車款 所以對這台車算是比較熟悉一點點 這台車的前面懸吊系統是麥花生 後面的話是拖一幣的系統 那拆裝的時候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CORE PLUS它有把座艙前移 所以它的避震器上座的相對位置比較偏向後面 所以它車室裡面的空間就能夠加大一點點 那調整阻尼的時候呢,其實它上部的話會有一個試蓋把它蓋起來 那試蓋從裡面要手伸進去才能調整得到這個阻尼 那KT的這個道路板呢,它是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順時針的話它就變硬,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我們呢,KT的話它是有附上座 那上座的這顆軸層呢,使用的是日本KOYO的軸層 軟硬的話呢,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的調整 然後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我們配置的是220場6公斤的彈簧 它的一些,它的油管固定架還有ABS感應線呢 它是靠後方有一個固定螺絲 然後把它固定住之後呢 ABS感應線跟油管架呢,相對的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統身可調,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的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曲線範圍會比較大 然後它調高跟調低呢,不會壓縮到彈簧 是從腳管相對的位置來做調整 所以它的調高或調低的乘坐感覺呢,是差異不了多少 那車友的話,其實它本來車底就有做了一些結構感的強化 前面也有,前面的話是應該是4.4的下拉桿 後面的話呢,也有強化的拉桿 這個橘色的一看就知道是Summit產品吧 那前面的這個部分的話,它的這個上楊角的固定孔 我們KT的話會設計成橢圓孔 所以可以做仆尼平andexirule調整 從這個地方 那主尼尾的部分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主尼尾 一樣是義大利IP的主尼尾 油封的部分所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這是COHPLUS的前面的懸吊系統 小車啦,所以它的手工設計 它的自動系統的話,前面是前疊後骨的煞車系統 這個還有一個版本是ECO COPLUS的ECO,它有大包 外型的話會比較動感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它後面的懸吊好了 我這個車友也有改了那個旅圈 這是16吋的 原廠的話這個版本有14吋跟15吋 這是改裝16吋的,205、45、16的規格 後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4.5公斤的彈簧 它的調整機構是在上方 然後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防塵套的部分我們也都有附 防塵套的話它是做家常型的 會整個把軸心的部分把它照住 所以對軸心的保護的話比較全面一點點 後面的安裝呢 像這樣的結構 大概每次的直播裡面都會跟大家提到過 就是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並不是靠這裡的長短來改變 車高調整是從這裡 我們把彈簧上方的Hilo Key 把它調長 這個距離把它間距把它調長之後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那這個桶身呢 只是來調整彈簧的預載值 這樣的彈簧它是180mm 所以它的彈簧預載呢 大概壓縮到177mm 也就是大概3-5mm就可以了 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一旦壓縮過多 第一個會不好做 第二個會 筒身會有異音 然後筒身的壽命的話也會縮短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安裝時候的最主要的就是要注意一下後筒身的預載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HOP PLUS的話它是藏在 它上座的話有一個小小維修孔 跟替打很相近 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把這個小試蓋 把這個小試蓋掀開之後呢 從這裡呢 車主就能夠自己做阻尼的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其實跟前面一樣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會變軟 那預計今天降下來的車高 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也沒有特別低 大概兩指半左右 就是一般車友 比較大多數的COP PLUS的車友呢 會想要降低的車高 這台是一代的 其實這台的後座空間的話 也還蠻大的 因為它有把座座前移 所以它車室裡面的空間 還蠻好利用的 這一代好像就是配CVT的 這個是避震器的上座 它上座的話有三顆螺絲 從這裡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 這個避震器應該使用了一段時間 從這裡防塵 防塵套上方呢 本來有一個 緩衝的橡皮 這個橡皮應該就使用時間有點久 所以都已經裂化 這個整個橡皮都不見了 它斷掉 滑到上方這裡來 那這一套的避震器 KT的話就不用再 把原廠的那個上座把它拆下來 原廠的上座呢 我們就有附了 所以不需要再很繁瑣的 把壓縮彈簧 然後把上座取出來 那像這個是一一年 一零年的車款 車領也大概八九年 如果用車的頻率比較多的話呢 上座其實壽命也差不多快到了 那如果沿用原廠的上座的 來改裝避震器的話 到時候很難釐清說 到底是原廠的避震器壞掉 或者是改裝避震器的品質不良 而造成一個因應的狀況 所以我們的上座的話都有附 如果改KT避震器的話 就不用擔心有這樣的狀況 這是後面的彈簧 後面的避震器 它行程還蠻長的 那後彈簧的部分 上橡皮的話 KT有附 那下橡皮要 下橡皮是沿用原廠 看一下好了 所以上橡皮的話 上橡皮這個有一個薄薄的橡皮 這個KT就用KT的橡皮就好了 下方的話呢 要沿用原廠的下橡皮 要沿用原廠的下橡皮 好 師傅已經完工了 要準備裝輪胎 然後要準備做微調跟試車了 所以我們今天直播呢 就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 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在有空檔也會開直播 跟大家一起分享 安裝避震器的流程 那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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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